陳子華繼續出庭鼎靜黎智英 大家好 今天來到黎智英案審訊第70日 控方覆問證人陳子華 陳子華承認心存僥倖 想和黎智英撇清關係 陳子華在庭上作公時指 在2020年10月的兩次警方錄影會面時 未有向警方說真話 他解釋當中還有一個僥倖的心態 仍然以為可以撇清自己 和黎智英、Mark Simon、攬炒巴、劉祖迪 還有李宇軒之間的關係 因為當時重光團隊仍然繼續推動制裁 而他知道其實大家當時都參與其中 大家都已經犯了《香港國安法》 幸好的是陳子華及時良心發現 不想再受良心的責難 向警方如實交代案情 主動要求成為控方證人 將漢奸黎智英 一直以來所做的惡行公之於世 黎智英認為是令抗爭繼續保持熱度的重要原因 陳子華在庭上確認 在與黎智英第四次會面時 黎智英曾經說過 總之是要百花齊開 在本港本土要保持熱度 陳子華解釋 即黎智英當時所說的熱度 意思是抗爭的熱度 尤其黎智英當時認為勇武派 是令抗爭繼續保持熱度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可以見到黎智英想保持抗爭熱度 不想黑暴這麼快完 很明顯是因為他是黑暴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他的可以操控一大群給他洗腦的市民 去反抗特區政府 又可以無限地吸水 繼續做他勾結外國勢力的勾黨 黎智英指示重關團隊繼續做國際遊說 推動制裁香港 陳子華作弓又說 黎智英曾經指示叫他和重關團隊 和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 轉達要繼續做國際遊說的工作 繼續勇於發聲 而當時重關團隊 在攬炒巴劉祖迪和李宇軒的牽頭之下 大打國際線 繼續推動制裁 至於黎智英 他認為國安法是雷聲大雨點小 只是想製造所謂的寒蟬效應 所以國際遊說的工作應該要繼續做 而且不要讓他停 要求陳子華 繼續呼籲國界 繼續進行文宣 國際遊說和參加初選等等 最後黎智英還表示會和美國方面商討抗爭支持 而事實上 陳子華指出 黎智英即使在國安法身下之後 仍然繼續進行呼籲外國制裁 中國和香港特區的工作 黎智英亂拳 想操控整場黑暴 而今日陳子華 在庭上說了 黎智英想組織一個橫跨和理非和勇武的大台 而且由他主導 簡單來說 他想成為2019年 黑暴事件裏面的抓編人 掌控整場黑暴 黎智英經常說為民主為年輕的下一代 其實他做這麼多事 無非都是一個貪治 既貪錢 亦都貪圖權力 可惜到時 大多被人洗腦的蒙蔽了對眼 沒辦法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所以黎智英 現在終於接受到法律的制裁 被很多證人鼎靜 最重要的是 被他一直信任的戰友去督灰 在法庭上告 將他過往的歷史完全數出來 黎智英由昔日的傳媒大亨 淪落到今時今日的街下囚 不知道大家覺得他是不是自作自首呢? 好 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請大家訂閱大衛常和天璣的頻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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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